进来的 这就是我家了 就你家 你在这里等 我叫我妈出来 嗯 妈 妈 我回来了 开门呢 阿姨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是啊 我都好想你了 这么久没回来 对啊 你怎么那么久没回来 哎呀 阿姨好 阿姨好 那个妈 阿姨呀 我看你还带着 公母 哎呀 你干嘛 女孩子要进去什么 拉人家的手 妈 她是 我男朋友 什么你男朋友啊 我们就是真心相爱的 什么你男朋友 妈 我跟你说 她是不是我男朋友 什么你男朋友 她年纪看得比我还大 大点怎么啦 我跟你说大点会照顾人 会躺人 那年轻的也会照顾人呢 这个 你不要拿 拿这个随便拿给你 我没有随便拉我妈 我跟你说 我找她 我都是按照你的要求找的 什么按照 怎么还拉上了 哎呀 别人看到了 别人看到多难看啊 你不是说叫我找个 成熟的 稳重的 有钱的 会照顾人的吗 我现在找了这个 她就是成熟稳重 也会照顾人 她对我可好了 是吧亲爱的 可好了 我等你真心相爱的 是啊 哎呀你不要说这个话 不要说那么大声 都被阿公听到了 都难听啊 真心相爱的 妈什么妈 哎呀真的是 年轻的也有有钱的 有车有房的也懂得照顾人 你干嘛呀挑这个 你长得那么漂亮 随便找啊 你急得要 我叫波比 我妈我跟你说 年轻的那种都是渣男 我不喜欢 我就喜欢她 她要老 她要成熟又稳重 又有钱 还成熟稳重 是你一直叮嘱我 要找有钱稳重了 年轻的她要没钱 我会好好照顾 哎呀你不要说话 你不要说话 你肯定啊 你是老牛吃嫩草 谁不知道 没有你像你说那样的 什么不像我说这样 我跟你说我不同意啊 你看隔壁 你如果真的想讲 我就叫隔壁 那个三厨房 你介绍一个 不要人家介绍 哎呀 我就要三哥 要什么三哥啊 哎呀 你看隔壁 老王哥都看到了 哎呀 女儿啊 你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的 还那么年轻 她最基本上看起来 也有50多了 你看你才20岁 她才58 才58 才58 差不多比你大三倍了 妈妈 我也二十二岁了 她坚决不同意 女儿 回来了 爸 那个 这个水进家聊啊 那个进什么进啊 干嘛了 我跟你说这个事 你女儿带回来的说了 男朋友啊 你这比我们还大 爸 还有男朋友啊 是啊 他是我男朋友 你不用那么大 你看 他的样子比你老爸还老 你该找就找过 跟你年龄相仿啊 对啊 你要气死你爸啊 那年龄相仿啊 我都不喜欢都是渣男 那你们天天 叮嘱我说 要找个 会赚钱的 有钱的 有车有房的 我叫你找年轻的 还会照顾人的 那年轻的他都没钱了 他要渣 起码他不渣 他对我很好 我跟你说 我就喜欢他 我的命都是他给的 你的命是他给的 你的命是他给的 你的命是我们给的 算什么 你你你你问他吧 要不是我们捡来 你是我亲生骨肉啊 哎哎 可是我的命是他捡你给 当时是这样的 你女儿拍一个男朋友 年轻漂亮帅哥的 他然后跟他 不久分手了 跑去他他就到海边去跳海 去跳海 去跳舞 去跳舞 去救他的 那救援不是应该的吗 那我救他 然后去医院 照顾他两三个月 才晚和过来 他要不是他救我 我没打就没了 你是不是 看中我女儿有那个心思呢 趁人之为 你这样子 有缘分 什么趁人什么分 如果我那天不去海边 他就没得救了 是啊 他救了我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说不定你不救 当时就有一个更年轻 更帅的救他了 那你怎么说自己 哇 又不是他救了 一个人都没有的 他就去跳海 救了他 我们感谢你 对呀 你也不能要为你的与生相许 太老了 我间接不同意 走吧 这位大哥 这位大哥 你听我说 你看你都五十八了 你再过几年 可能你这个黄头都盖到脖子上了 那就我疼他 你疼疼有个配用 疼疼妈妈 疼妈妈吃吧 但是你知道他对我当妈在意了我 给我洗脸 给我梳头 还给我洗袜子 差点内裤我都会帮我洗 我就不要他洗 不是 老你想吃嫩草饭 你不要被他虚伪的外表给骗了 你要听你爸说 到床 还辣 你要听你爸说 我跟你说 过几年他去了新农村 你自己怎么办 那过几年在说过几年的事情 过几年在说 你要为你以后着想 妈不能会看着你靠近这个火坑 你爸也不同意 真的不同意 你走吧 你走吧 我很健康的 我生命我少得两百岁的 不要说这种东西 我长寿两百岁的 你别转气 不要来跟我们说这个 我我跟你说 不管你今天说什么 我都不同意 你走吧 谢谢你丢了我 以后 爸爸小燕 我还就建议你回你妈 我走了好吗 不要走 不要远远 大哥 这是我卖牛 我两个人卖牛的钱 一万块 感谢你经过女人的命 你就走吧 你就拿到钱走吧 他有钱的 他有钱的 不要走三哥 你不要走 你留下来 你爸妈 你爸妈都不同意 妈我跟你说了 我们没有幸福的 你不要说了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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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不同意 我死了 你搞什么 你搞什么 你自己的生命 就这样开玩笑 反正我的生命 都是他讲给的 妈呀你那么大容易吗 我不管 你们同不同意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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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怎么搞的 这个女人 是不是被他灌了迷魂汤了 哎呦 搞的这样子 不过 当年你妈也是了 不同意 还不是跟了我 是 我们就 哎呦 这边一看隔壁都看到 我们要丢脸先进里面再 哎呦 算了算了 先吃饭 慢慢 哎呦 那行吧 行了行了 回去吃饭了 吃饭了 那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哎呦 先不说的进去 煮备都看完了 丢脸死了进去进去 哎呦真的 三哥我们走 那你们同意了 哎呦 都不懂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哎呦 可能也就是个缘饭吧 走啊 走啊 哎呦 真的是丢脸死了 嗯